专家在内蒙古赤丰市 找到了康熙最宠爱的公主之墓 这位公主不但深受康熙的宠爱 甚至在死后 还被两位皇帝赏赐龙袍入脸 虽然历经上百年 但是打开棺果后 公主的尸身还能清晰地看见容貌 公主穿着价值上亿元的金丝龙袍 绣的珍珠就有将近十万颗 墓中角落里还埋葬着 一个十分古朴的骨灰盒 并且在公主身上 专家还发现了极为羞耻的一幕 直接让专家红了脸 棺果内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公主尸身未复 骨灰盒是谁的呢 大家好 我是蓝月说 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一起 揭开这座神秘古墓背后的秘密 新来的朋友还请点个关注 1972年在内蒙古赤丰市 文物管理局的专家 接到了群众报告 说在赤丰市北部发现了一座古墓 赤丰北部是游牧民族 活动频繁的区域 在这片区域 不但有着十分辉煌的游牧文化 还发现过很多清代遗址 于是文物局紧急派遣专家前去 专家到达现场之后 立刻对古墓进行了初步勘探和封锁 初步勘探的结果让专家十分吃惊 古墓整体形制呈长方形 宽45米长105米 占地面积已经达到了5000多平米 构造十分宏伟 尽管已经经历数百年 但是从墓葬的整体风格 以及建造规模 依然能看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显赫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 专家初步猜测 这座大墓的主人不是王侯将相 那也一定是皇亲国旗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 在场的考古专家 全部被墓主人身份产生了浓烈的好奇 但是在大墓周围 却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信息 于是专家们决定对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从大墓内部来找到墓主人的身份的线索 经过数月的发掘工作 大墓内部也逐渐展现了考古队员的面前 专家在进入墓室之前发现 在大墓的东北角有着一座碑亭 但是碑亭内的石碑已经被损坏 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 于是专家开始进入主墓室 墓室中央的位置放置了一个巨大的棺果 棺果是由一整根松木制成 棺果虽然已经埋在地下上百年 但是因为下葬的时候密封的很好 并且棺果的外部还刷了很多层漆 时间一久漆面全部变干 直接把棺果整体全部封死了 专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将棺果打开 而打开棺果的景象让专家们大吃一惊 首先映入专家眼中的是一个十分让人吃惊的画面 棺果之中一位成年女子容貌安详地躺在棺内 而更为离奇的是这具女尸竟然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 皮肤还富有弹性 连身上的毛发都没有脱落 仿佛在沉睡一般 倘若不是亲手开启棺果都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古人 女士头戴凤冠 凤冠上嵌满宝石珍珠 又以金丝点缀 奢侈的金凤冠彰彰显着牧主人的尊贵身份 为了保护好 紧接着专家又开始对女士身上的衣物进行分析 发现女士身穿多层衣物 随即专家为了保护好女士以及身上的文物 便将关过整体运回实验室后再开始研究 女士身上的每一件衣物都十分珍贵 其中最为贵重的一件衣服便是外层的珍珠团龙袍 在古代封建社会 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形质的衣物是有着严格的规定 一旦被发现偷穿龙袍 那一定会是灭九族的惩罚 而这位牧主人却光明正大地穿着龙袍下造 不由得让专家对其身份犯起了嘀咕 于是准备从龙袍下手解决这个谜题 专家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 龙袍上一共有八条金龙 全部都是有金线 以及十万多颗米粒大小的珍珠制成 八条金龙分布在前胸后背以及两肩之处 每条龙身上都有珍珠点缀而成的瘦子 十分的精美华丽 不说文化价值 就从龙袍本身考量的话 也是价值上益的珍宝 如此精美的龙袍穿在一位女子身上 专家心中开始猜测 这具女士难不成也是一位女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 真正意义上的女皇帝只有一位 那便是唐朝时期的武则天 但是这处墓葬肯定不会是他的墓葬 于是专家开始对墓葬更深处进行发掘 果然没过多久 专家就在墓室的西南角 发现了其貌不扬的骨灰坛子 但就是这个骨灰坛子让专家发现了一些重要文字信息 骨灰坛子上雕刻着俄驸马副将军 多罗郡王乌尔滚的字样 此时专家终于恍然大悟 这座古墓的主人 正是康熙皇帝最宠爱的女儿 古人荣献公主 据清宫的文献记载 这位荣献公主是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女儿 也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兰齐尔格格的原型 随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的穆志明 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尽管康熙皇帝一生中儿女众多 但是最受她宠爱的还是她和荣妃生下的荣献公主 而深受康熙喜爱的荣献公主在长大后 非但没有十分骄纵 还非常懂事 听其书画更是样样精通 深得康熙的喜爱 在清朝 只有皇后的女儿才能获封古伦的封号 但是正因为康熙的原因 荣献公主在二十岁时才破格有了古伦的封号 和电视剧所记载不同 历史上荣献公主的婚姻并不是悲剧 在她十九岁时 康熙亲自为她挑选了 漠南蒙古巴林部的乌尔滚最为夫婿 虽然清朝的公主很多都是用于联姻加强政治盟友的 但是康熙所选的乌尔滚不但年龄和荣献公主相配 更是随康熙出征多年 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草原英雄 所以公主非但没有对这段婚姻很失望 反而对这段婚姻还十分的满意 公主在下架草原之后生活的十分幸福 驸马乌尔滚对她也是宠爱敬重有加 甚至让她参与政务处理 因为古代女子在嫁人之后不能很轻易的回家省亲 但因为康熙十分喜爱这个女儿 所以经常以各种名义来到草原探望她 荣献公主也十分的有效心 还专门斥资为康熙在蒙古建造一座行工 让康熙可以住得更加舒适 这一点也让康熙皇帝十分受用 有这些史料作为佐证 专家们便开始猜想这件龙袍很有可能是康熙赐给顾伦荣献公主的 一来能够让驸马有所忌惮 二来也是为将来公主死后作为脸符做准备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很是流行 那就是这件龙袍其实是雍正皇帝的 康熙在病重之时 孝顺的荣献公主便从草原赶了回来 一直照顾着康熙四十多天 1722年 康熙皇帝驾崩之后 雍正皇帝即位 但是仅在六年之后 荣献公主也离开了人世 雍正本身就对自己的这个姐妹十分的尊重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悲伤 但是因为其身份无法亲自到场送公主最后一程 于是便派人送去了一件自己的龙袍 以代表自己的哀思和尊重 但是这些都是专家的猜测 以及历史上的讹传 具体的真相是什么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不过专家在剥离公主的衣物时 却在公主的大腿上发现了让他们极为羞耻的一幕 只见公主的大腿上竟然有一处红色的液体 并且还特别清晰 这让专家们震惊不已 按理说古人在入恋之时 都会对尸体进行清理 穷人尚且如此 公主的身份如此显赫 那么入恋时的流程肯定是更加的严格 这处血迹的来历让专家十分摸不到头脑 此时有人猜测 这血迹会不会是顾伦荣性公主来月式的血迹 但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 因为公主在去世时已经56岁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已经 因为公主的棺果以及尸体都保存得十分完好 受到外界破坏的可能性也被专家否定了 这处血迹的来历也跟公主不服的尸身 一起成了一个慰藉之谜 直到现在都无人解开 除此之外 骨灰坛的存在也让专家十分的疑惑 按照清朝的理智 王公贵族的墓葬都需要经过内务府的报备 倘若合葬的话也应该是驸马和公主一起合葬 为何驸马和公主没有同观不说 骨灰还被放在了一个如此不起眼的坛子之中 和整座大墓的豪华毫不匹配 原来在清朝 驸马和公主之间是有一定的地位差别的 并且公主驸马的去世时间还不相同 按照蒙古的规定 人死之后是要被焚烧 这样魂魄才能上天 所以公主与驸马想要合葬的话 只能跟驸马的骨灰合葬 相传 顾伦荣县公主的葬礼十分隆重 巴林部上下对公主都很敬重 在公主去世之后 不但为她修建了豪华的大墓陪葬了无数金银珠宝 在巴林部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来者 现在那件珍贵的龙袍 凤冠 以及众多文物都被存放在了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内 荣县公主的一生十分的幸运 不但父母十分宠爱 婚后丈夫对她也是十分的好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